工作人员直接私下未出售的杂志内页 或者大啦啦贴上红色贴纸 世界第三大酒品消费国立陶宛 政府祭出新的酒类法规 今年1月1号上路包括提高合法饮酒年龄 缩减卖酒商家的营业时间 以及禁止任何酒类广告 法令一出不止民众头痛 杂志业者也很头痛 不论是时尚杂志还是国家地理杂志 只要页面上有酒类广告 不是得撕掉就是要贴上禁酒令贴纸 不然就得面临3万欧元 相当于100万台币的罚款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 立陶宛人均饮酒量 短短十年间增加了3.3公升 跃升了22% 有鉴于此政府大动作封锁酒瓶广告 法令实施一个月以来 引发不少反弹声浪 想要但以法规就矫正长久以来的饮酒习惯 效果有待观察 大爱新闻黄敬廷编译